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内容,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肖肖 在我国,各个年龄段吸烟的人口都在不断的增加 随着人们对养生逆时的逐渐认知,对健康也逐渐重视起来 吸烟有害健康,我们知道一根香烟有害成分高达4000多种 光是致癌的物质就有10多种 那么长期吸这样的有害物质不仅仅侵蚀肺部 对身体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据研究表明长期吸烟的人患病率比不吸烟的人高达10倍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肺部是否亮起了红灯呢 我们可以做一下下面的三个小测试 如果能通过这三个小测试,说明你的肺部还算健康 1.爬楼梯,采用正常的速度一口气爬七楼不会喘粗气 说明你的肺活量很好,没有出现胸闷头晕的症状 说明我们的心肺功能还算不错 2.吹蜡烛,准备两根点燃的蜡烛,距离半米一口气吹灭 如果两根都吹灭了,说明肺部还算不错 如果一根都没有吹灭,说明我们的肺部功能又开始下降了 需要重视起来 3.憋气30秒,深吸口气,憋气30秒内不呼吸 如果可以不费力的坚持30秒以上,我们的肺功能还算不错 如果非常吃力,能坚持的时间很短,那么我们需要重视一下了 身体健康,不容忽视 如果没有通过以上测试,那么请尽快接烟 有了好的身体,才能更好的陪伴家人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的方法,记得收藏关注哦 别忘了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